她還沒第三天她就走了 要拿大姐給領走了 她就出一三十年 還發生完第三天 她就走了 就這麼個兒 那中間你聯繫她了嗎 後期回來離婚 三個沒聯繫 你也知道她走了就不能回來嗎 想到早前我心被人回來了 到六個月我一看 就是不能回來 法院起訴得了 妻子的不辭而別 雖然讓王老大很心寒 但是讓她下定決心跟妻子離婚的 還是因為另外一件事情 你像我們家她這些年 說對孩子也親眼 但是在醫院住院前人也去看 當母親哪也不心疼兒女的 就是給醫院待不了 到醫院就是肝癌兔 說是孩子有那些渴望她母親護個一宿 護個一宿兩宿 但是她一宿還沒護理 這咱我說的話 都一點不撒謊 她為啥不去護理啊 你說給醫院待不了啊 那你說你是女人 咱老心裡的話 給人家吊聲的又都不護理 你說到我有病她能護理我嗎 那不現實 失去兒子 失去家庭的王老大 把自己封閉了起來 直到最近 看了很多期的原來不晚 她突然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你怎麼難說回家 你說你真有感冒發燒 你想人 你不要動 你哥也得把這塊飯做出來 就要有個人互相照樣一點 想過再要一個孩子嗎 如果長話 再說吧 不想要 都死了要二十四九 這年八百多日 拿到一個小姑娘家 這年好點都無所謂 多花她少花點都無所謂 真的 你就是在你外外過日子 你帶小姑娘家 帶小姑娘家 帶小姑娘家 硬著不走 咱給養不起啊 這一個我就去爛爛了 王老大說 她把自己的大房子賣了還債了 現在又買了這個小房子 她渴望有個家 有個溫暖的她 與此同時 在吉林市的口前針 也有一個女人 等待著自己的真命天子 很多年了 她叫余美娜